她已经完全认不出你了 如意叫了太医来 他们说婆婆五脏已衰 记忆力再难恢复了 阿弥陀 如意觉得 也许是时候 让陛下和婆婆见上一面 不要留下遗憾 佛祖在上 我那孩儿她年少无知 犯下的罪孽 都有我一个人来承担 一切惩罚 都有我一个人守着 总是千刀万剐 身坠阿修罗地狱 我也甘受不辞 佛祖啊 我只求儿 今后重新做人 一生无灾无难 平安 归喜 归喜 我来看你了 孩子 你怎么来了 陆娘 您还记得我 傻孩子 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 我又怎么会忘了你呢 那 您终于肯原谅我了 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儿 无论什么事 我又怎么会怪罪你呢 我又怎么会怪罪你呢 陆娘 我终于盼着这一天了 说起来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你说说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十年 二十年 披沙门哪 你也老了 这不是你的辱名吗 如娘 我是慧儿 慧儿啊 慧儿 建成啊 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不要杀慧儿 他是不该跟你争 他再不懂事 毕竟是你的亲弟弟 你可以打他 骂他 让他吃点苦头 你不要杀他 你要杀他 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 你不要杀慧儿 你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陛下 如意实在没有想到今晚 会是这个样子 既然辱娘神志已失 朕会让她搬出夜庭 到太极宫的竹林雅萱居住 今天晚上的事情 朕不想让别人知道 如意明白 陛下 你还会再来夜庭吗 不会了 如意恭送陛下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诗话 阴阳不变物不唱 今天下继安 侍逢朝会盛世 当涉宫中殊死以下 凡求于夜庭满岁者 若忏悔之心前 其意诚 其勤善 皆特赦以同归此位 我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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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朝会 皇帝会大舍殿下 孙死焦 人婉 庞六尔 奴婢在 奴婢在 自入夜庭以来 每岁参与欧斗 不可赦 是 罗玉珊 奴婢在 自入夜庭多年来 从不改凶残暴力 九个月前 商及乾祥宫工工人春莹 不可赦 其余众人 这便谢恩领旨吧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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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我上班康 保重 是姐姐 我好想你 芮安拜见武才人 徐杰一吩咐了 以后武才人在青年宫的饮食起居 就交给芮安了